章先生有提到就是说 第一个十一米计划道路开闭的话 然后如何 他们的住户的话 然后应该说 新宗族这边要怎么做 然后避免说在这整个施工过程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粉尘上面的污染 这是第一个 那我想第二个问题的话应该是说 孟伯所提到就是说 领口街的话是十一米的计划道路 实际上是私人的土地 那他想问的就是说 那所谓的 那这十一米计划道路过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办理征修 那我想这两个问题的话 是不是请兴趣 早上来做一下阶段的回答 我要问 这个有法律 有打法律 有建设吗 我过去也在国务局上班了 我是问他了 我也我知道了 你们有点这个雨伞 你们一直蒙来补充 你要把这个雨伞变了 你会通过了 通过了你来补充才可以啊 你没有补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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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补充 你先等他回答 你 先等他回答 先等他回答 他还没回答 问贝贝 先等他回答一下 问贝贝 我们的 补充的问题 那基本上这条道路 他在开闭的范围 就是和当初在北边 那个我们现在社府用的那个住宅区 所以大部分 就我去县长 看过就是说 他其实敲除了那些剩下的砖块 是比较多在北边的 那在我们道路开闭的范围 是比较少有这些砖块的这些 就是银件废弃物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去开闭大陆 基本上这个粉层很想可能是会有 但是不会说很多 那基本上我们在工程的设计规划上 都会有编列相关的工地安全和清洁配用 那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公务所也会要求厂商 比如说真的有粉层 或是有那些 去洒水 那再来就是会做一个 用一个掩盖的方式 类似一个防护网方式来做 那这个就这个粉层的影响 我想我们会依照相关的工夫 安全卫生的规定来要求厂商 那务必要在此次我们施工的品质也好 我们安慰的部分都能够做到最好的状况 那刚刚各位有特别提到 这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那基本上的话 新工处这边目前得到的讯息是 在这条路上面似乎是没有征收的问题 都是属于工地的范围 那一般新工处在开辟道路的时候 当然如果遇到失地的话 我们一定如果说有开辟的一定的必要性的话 那确实我们会编列相关的土地征收补偿费 不过这部分是要经过医会神医通过之后 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征收的动作 因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就目前我们新工处列管的 就是我们全台北市 有一些比如说消防救灾的需要 或者是老旧雨漏的地区啊等等 项子比较小 因为我们大概列管有800多条道路 那总共如果全部都要征收的话 整个征收经费要1600不平 那所以说就我们市府财政 一年大概才1700亿 所以说我们在征收这部分 就最近几年的话 我们就是通常都是以工地为优先 就是不涉及土地征 因为确实我们财政的蛮结局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府内现在的政策上 就是尽量不要去征收师弟来做一个开辟 那除非就是我说的 消防救灾的需求上的话 才会去列为一个优先开辟的需要 这样子 那这次我以上说 谢谢 高层你新红水你这一招吧 你嚼嚼我也不算 你要征收徒弟 你要编语赛 你要贴到委会编语赛 你这个市政府的命令 你不能去打法官 建训的 你不能抵出 你抵出无效 你会去忏 你市政府也有发回会吧 你叫发回会来忏 OK那我想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问题的话我想请 我打开灰硬赛